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穿街走向带你们找地道美食的大兵 这一期呢 我来到了海珠区的南华东路这一边 这边的靠近海珠桥 来这边呢 主要是想探店一家40年的老子哦 他们家的白切鹅呢 是非常出名的 是广州的第一家白切鹅 饭点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客人都已经坐到外面了 没错 这一期我们要来探店的就是这一家 玉华 据老板说 他们在这里呢 已经开了有40年了 是广州的第一家白切鹅 在旁边这里呢 还设立了快餐 三又一菜也才16块钱 咱们先来看一下他们家的餐牌吧 招牌出品呢 就是白切鹅 另外呢 还有玉华鸡东山羊等等 从餐牌上面可以看出来 他们家的菜品价格呢 大部分都在30块钱到60块钱之间 就价格水平来说 属于中等的水平吧 没有说便宜 但是呢 也不会贵 餐馆门口的左边呢 就是一个名档 透过橱窗了 大家能看到他里面摆着各种食材 这个呢 就是他们家的招牌 白切鹅 白切鹅呢 58块钱一斤 48块钱一粒 另外还有白切鸡白切羊等 这个呢 是他们家的鹅肠 我之前吃过了 处理的非常干净 而且吃起来很脆口 在这里呢 摆放了很多酒 餐馆的生意来源呢 主要是熟客 街房和附近工作的 吃饭呢 可以上到二楼 这次过来呢 主要在想尝试一下他们家的白切鹅和鹅肝炒饭 我要了一粒的白切鹅 差不多呢 就是这个份量 其实呢 白切的做法都油出一折 白切鹅呢 也不例外 先用沸水将鹅呢 先烫一遍 然后呢 再将鹅 药材 香料加入清水中 大概慢火熬40分钟左右呢 就可以了 砍料师傅呢 快速的把鹅砍好出餐 鹅砍好之后呢 配上酱料呢 就可以出餐了 这呢 就是他们家的白切鹅和鹅肝炒饭 刚端上桌的时候呢 能闻到非常的香 特别是鹅肝炒饭 白切鹅呢 配了酱油调料和醋调料 这一份鹅肝炒饭呢 28块钱 看起来分量十足啊 这个分量呢 足够3到4个人吃了 咱们呢 先来尝一下这一道白切鹅 鹅肉的纹理呢 看的特别的清楚 而且呢 鹅皮是比较薄的 皮与肉质之间呢 没有过多的脂肪 鹅肉呢 比较有嚼劲 吃起来的味道呢 比较鲜甜 特别呢 沾上少许 他们家调的酱料之后呢 那味道更加的棒 我个人呢 比较喜欢沾这一道调料 由沙姜 酱油和大蒜调出来的 酱油呢 微甜 沾上这一道调料之后呢 更能增添鹅肉的鲜美 沙姜呢 则是所有白切的标配啊 个人特别喜欢沙姜调料 另外呢 也配了这一道蒜醋的调料 主要呢 就是蒜蓉和泽醋 这一道调料呢 则是开胃煎腻的 其实呢 鹅经过慢火焖煮之后呢 已经入味的了 不沾调料呢 其实也挺好吃的 可以说是连骨头都是有味了 不过呢 沾上调料之后呢 更能增添它的鲜美了 其实呢 个人比较爱吃的是鹅脖子 鹅脖子的肉呢 比其他部位的要更加的滑嫩 因为呢 鹅的脖子它是经常运动的 这一道呢 鹅干炒饭 闻起来锅气十足啊 鹅干炒饭的火候呢 掌握得非常的好 米饭炒出来呢 是粒粒分明的 每一粒米饭呢 都保持着干爽的状态 吃起来呢 并不会觉得油腻 但是呢 却充满了油脂的香气 鹅干呢 切得很碎 表面炒至微焦 这样子的鹅干呢 吃起来不仅口感丰富 而且味道也很香 鹅干呢 给的分量也不少 可以说每一口饭都有鹅干 你们看一下 它的油量呢 控制的特别的好 碟子的底部呢 根本看不到多余的油量 米饭则是保持着比较干爽的状态 这样子的炒饭呢 吃起来不仅不会腻 而且口感很爽 加上香葱的调味 鹅干本身的干香软弱 吃起来呀 味道一级的棒 这一家店呢 很值得朋友们过来试一下 好了 我是大兵 这一期的视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